过年到餐厅吃团圆饭 但桌上的前菜却根本不是料理 有民众到清浦一家水产店用餐 但菜盘里居然有棒棒糖 还有一道是金碧巧克力 这两碟都算在前菜八品碟 居然都是糖果 气道破文说过年期间 12人桌菜一人1680加一成 已经是餐厅最贵价位 但剩余片量少看起来不新鲜 龙虾沙拉龙虾也少 12人吃台素牛角排只有一只 浴江樱花满米糕是冷的也没有满 帝王蟹河粉帝王蟹也感觉冷冻很久 在地民众两三年前去吃过年菜 近期观察到社团内很多人说 近期菜色不佳 业者不受访口头为硬 桌菜帝王蟹确实是冷冻的 巧克力还卖我们糖是因为过年想要有好的寓意 当天有退一道满鱼料理的钱给顾客 但这套桌菜今年购售出70多组 只有这位客人反映状况 也有留言说自己吃1500元吃到饱 另外一家餐厅整桌是烤鱼烤龙虾 相当可口 感觉和糖果落差很大 专家也分析过年期间 食人桌菜若加仁加价加菜 像整只的鱼或单只包装的牛小排 确实分量难以增加 一条鱼十个人的嘛 我不可能加两块鱼肉给你 变成十二个人的 只有有建树的东西 比如说虾子 或者是一整颗的鲍鱼 这种会加到十二颗 就是多加两颗给你 这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整条鱼 一整只鸡 没办法 专家也分析 消费者如果想要吃到 新满意足的桌菜料理 在定餐时事前沟通 也很重要 以免连结团聚扫兴 有新闻 许萌杰林这位草寨人 桃源采访我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